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15日 世波亭出征五与伦比 周二凌晨 蒲超继续有赛事进行 摩里伦斯将逐场与世波亭展开对决 客军在蒲超位列三甲 实力远胜主队 加上摩里伦斯近况不佳 世波亭是亦有望轻取对手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摩里伦斯本赛季下滑严重 过去二季他们都是上游球队 但本赛季开季前14轮仅剩一场 球队至今没有尝过连胜滋味 近四轮 他们更是输足三场一胜难球 摩里伦斯本赛季保祖希望较小 联赛至今败北率已经超过五成 球队经济挑战蒲超三强波图 世波亭和宾飞加更加全无胜计 而且输波居多 回顾摩里伦斯手循环和世波亭的交锋 前者客栈仅输一球 比分看似不算悬输 不过世波亭是一支注重防守的球队 他们经济防守表现领跑蒲超 一旦让他们入球后摩里伦斯就基本宣告比赛的失利 此番主场再次迎战这个对手 摩里伦斯男友复仇希望 与摩里伦斯不同 世波亭作为蒲超豪门和卫冕冠军 他们经济目标自然是卫冕 但进入2022年后 球队遭遇短暂危机 先后吞下赛季首败和第二败 也让他们与领投羊的差距拉开不少 不过好在球队如今已经回到正轨 进六轮拿下四胜二 合得不败战绩 其中做客和领投羊波图一战 也能踢合更增加了球队追分的信心 尤其是新元伊斯林 施利文尼能力出众 这位阿尔及利亚前锋已经包揽了 世波亭进二轮的全部三个入球 由于世波亭欧关联已经被曼城淘汰出局 他们将专注于蒲超卫冕上面 尽管如今依然存在不小差距 但面对实力悬殊的摩里伦斯 世波亭必定会全力拿下三分 阵容方面 中场百度 干卡维斯商缺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完